中卡房车到家了 来飞翔房车 一台好房车怎么造出来 我跟你讲啊 那现在三十来万 你可以买来全新的飞翔房车 全新的旗舰版啊 这边还有飞翔的书也一号 今天两个车一起讲 先讲书也二号 内外两套柴油灶 全新的车 兄弟们 飞翔的专利产品啊 高原版的柴油灶 入户的沙门沙窗 再看底盘 2.2T福特的V348 沙门沙窗影丝连啊 全部标配800立电 300的太阳能板 3000的一边机油 150升水箱 四座两张主卧 自动的 2.2T柴油 这车是个大满贯车型啊 厨房区域呢 吸油烟机 洗菜池 室内的无名火柴油灶 和反渗透的净水器 电动折叠升降桌 如果你不够 还可以加宽 加大 上方有电视机啊 在行车的过程中 可以加大腿部空间 从而我们乘坐的舒适感 绝对不是一般房车 能给到我们的 这个座椅的靠一角度 桌子降下去 根据你自己看这里的空间 兄弟们 这是一台B型房车 来自我们的舒适二号 再往后走就是它可折叠的一个洗手间 这洗手间的空间 哇不哇塞兄弟们 电动的粉碎马桶 可折叠的一个洗手池 真的好大的一个洗手间啊 不行这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标配 包括在床下面一个三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双开门的进口大冰箱啊 所有东西保证全新位使用状态 微波炉 它没有电磁炉 这是柴油 集成灶啊 上方有电动升降吊床 各位老板看过来第二张休息区 双人大床 带额头添妆 白天不用我们可以把它升起 晚上休息时候放下来 九宫阁的一个灯光 非常的明亮 再到后面主卧 飞翔床车在这张床上做了大功夫啊 双边的护甲外拓 这张床的尺寸是两米乘以一米三 足够容量两个人休息 左边右边四个储物大抽屉 哇不哇塞 超大储物间 二号目前的售价是三十三万八千啊 包括户外的拓洛之央棚 上方的行李架 自行车架 后爬梯 全部都是标配 来再看一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一号的价格比它少两万块钱啊 三十一万八 一样户外集群式的一个柴油灶 其他东西配置都它一样 上车 前方也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结构啊 杀门杀窗 这些柴油灶 反渗透浸水器 全部都有 这里几乎做的是一模一样 包括这张床 最大的区别来自它的厚纵床设计啊 也是两米乘以一米丝的一个尺寸 比刚才的床还要大 那最大的用心的地方在这里 电动的一个第三张床 平时我们可以拿它来做储物柜 如果要休息的时候 看到没有 又是一个小单人床啊 床渠是两米宽度呢 是七十公分 平时放东西放被子也很方便啊 这张床几乎可以不用 因为它的上方和二号一样 有个升降吊床 那么问题来 我们想要个双人床怎么办 所以你看过来 来床头的地方 我们设置了一个按钮 它是一个可拓展的一个电动组合 如果我们需要一张双人床 电动厕所 看到没有 飞翔的新型使用专利啊 看这么大的床 你想怎么住吗 其实在不拓展的情况下 下铺睡两个人也是可以的啊 双方的顶制空调 这边的双开门大冰箱 目前这台车行驶了63公里 二号行驶了116公里啊 电动床的位置 包括这边大衣柜 室内的柴油灶 CVN机反渗透的精水器 150升的清水呢 看后面 整道的柴油卵风热水过炉啊 都是标配 洗手间 折叠的一个台盆 然后上方的一个静柜啊 这空间 床的下方有贯通式行李箱 和一个三公斤的迷你滚筒洗衣机啊 这车的配置还是非常全的 听我讲车是不是很舒服 一句废话都没有啊 这台车31万8 33万8 喜欢啊来搞